哎呀 在上一支影片里面 我们详细的和大家介绍了 这一次的月亮码头相关更新 不过除了月亮码头以外 这一次还有更新一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补充介绍他们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是一些新的航海相关工具 第一个是新的方向舵 要照船科技来解锁 原本用来帮船返转向的那个东西 应该也是舵 所以原本的那个东西 我们只能帮他改名叫方向盘了 方向舵做出来之后 同样是一个物件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船上 对他点花束左键或右键 可以让船板往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 复数个舵会增加船旋转的速度 下一个 草船 不需要船科技解锁 用树枝和草就可以制作的草船 同样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物件 要把它放在海上 草船比木船小了四分之一 血量200 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扣血 每5秒扣一滴 只能够用干稻草帮它回复血量 一个干稻草回13滴血 草船免疫破洞的效果 如果遇到那种会造成我们船破洞的攻击 会直接扣除固定的血量来替代破洞 本来会造成大破洞的攻击会扣30的血 小破洞则是食物 银杆切割机也会尝试在草船上面打洞 虽然不会造成破洞 不过在它打洞完成的时候会对船造成30的伤害 攻击之后会有一小段时间不会马上跳上船 如果这艘船一没成的话 它们才会再尝试跳上来打洞 如果草船被绞金鱼攻击的话 会受到原本就有的伤害20 和打洞的伤害30总共50 草船血量归零沉船之后会掉落6个干稻草 接下来是非自动驾驶仪和非自动驾驶信标 又要造船科技来解锁 这两个东西要一起使用 所以我们就一起介绍 它们是一对磁铁 主要用来让船自动往某个方向前进 红色磁铁会往蓝色磁铁前进 蓝色的是一个物件 可以随时捡起放下 红色的必须要放置出来 变成一个建筑 两个磁铁分别放好之后 把红色磁铁打开 它就会主动搜寻附近6个地皮范围内的蓝色磁铁 连到之后尝试让它所在的船板 往蓝色磁铁那边移动 一个蓝色磁铁只能够和一个红色磁铁连线 但如果有两组磁铁的话 它们就可以分别连线 只是没有办法让复数个红色磁铁 同时往某个蓝色磁铁前进 复数个红色磁铁可以增加船移动的速度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 这两个磁铁互相吸引的极限距离是12个地皮 如果超出范围的话连线就会中断 在目前的版本里面 一个红色磁铁的速度会高于普通凡 但是会低于斜天用凡 接下来是两种新的保险杆 分别是海带保险杆和贝壳保险杆 海带保险杆可以直接制作 贝壳保险杆则需要传科技来解锁 我们可以把保险杆装在船板的八个不同方向 替船板吸收那个方向的重击伤害 海带的血量20 贝壳的血量40 装上去的保险杆可以用它们的原材料维修 一根海带可以回10滴血 一个贝壳碎片可以回20滴血 装上去之后也可以用锤子来敲掉 掉落两个海带或者是两个贝壳 和我们的护甲一样 即便保险杆只剩下一滴血 它也可以完整的帮我们挡下最后一次的伤害 接下来这个东西我特地把它放到最后讲 因为它是这一次更新大家比较瞩目的东西之一 海鱼网 要造船科技来解锁 同样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物件 我们需要把它放置到海上 它是一个会定点捕鱼的建筑 放置之后里面会有四格的空间 可以放各种食物作为诱饵来捕鱼 对它点击滑鼠右键会将鱼网放下 放下之后它就会开始捕鱼了 当有玩家在附近的时候 它会搜寻附近2.5格强半径的海鱼 如果鱼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就有机会被抓到 如果鱼网内有鱼喜欢的食物的话 抓到的几率会变两倍 被抓到的鱼就会进入鱼网的格子内 如果鱼网里面原本有它喜欢吃的食物 就会被它吃掉一个 那这是当玩家在海鱼网附近的时候的状况 如果玩家不在海鱼网附近的话 它会每30秒运算一次 每次都会有6.25的几率抓到一条鱼 抓到的鱼种只限定那一种海域可能会出现的鱼 同样的如果鱼网里面有放那种鱼喜欢的食物的话 抓到的几率会变两倍 如果周围16格强半径的范围内有其他鱼网 几率会再除以鱼网的总数 并且周围的海洋比例越低 抓到鱼的几率也会变低 简单来说如果周围都是陆地 然后又放了很多个鱼网的话 就会变得很难抓 鱼网只有4个空位 如果鱼网已经满了又抓到新的鱼的话 网子就有可能会破掉 如果网子破掉的话 原本在里面的所有鱼都会跑掉 就要我们手动去修复才能补鱼 如果抓到的鱼满出来了 但是网子还没有破掉的话 它会在我们把网子举起来的瞬间 多余的那几条鱼就会掉出来 破掉的鱼网需要手动修复之后才能够再次抓鱼 不过修复它不会消耗任何的材料 就有点像虫治狗牙陷阱的那种感觉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们在网子里面放满幼儿 但是抓到的那条鱼 并不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话 那条鱼也会算是多出来的鱼 同时4格都装满的鱼网 还会使附近的鱿鱼 角金鱼和鲨鱼生成的几率变成两倍 最后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如果鱼网附近4格地皮的半径内 有斜天翁鱼的生成点的话 鱼网每次捕到鱼都会有几率出斜天翁 即便他抓到的并不是斜天翁的鱼 在最近的直播中我们有试过这个东西 如果资源充足的话 把这个东西盖在营地附近的海边其实还不错 因为就算不放食物进去 他偶尔也可以抓到一些免费的鱼 特别是在营地旁边的话 玩家会一直不断的载入这个区域 附近小鱼在这边生成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另外就是我们尝试用这个东西召唤鞋天翁 效果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比我们自己在那边钓鞋天翁鱼还要来的方便很多 特别是因为他不限定要抓到鞋天翁鱼 他抓到任何的鱼都有10%的几率会出鞋天翁 最后就是配合新出的码头地皮 特地盖一个码头向外延伸 去外面放海鱼网的话 效果其实非常好 海鱼网几乎可以说是不停的抓到鱼 在线版本这个东西不得不说还蛮强的 希望不会被砍喔 接下来来分享一些细项的改动 海钓竿的材料减少 从原本的一个木板六个蜘蛛丝 变成一个木板三个蜘蛛丝 在我们喂食大握笔怪物肉的时候 会正常的播放他吃东西的动画 再来是角色最爱的料理调味 在之前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角色最喜欢的食物拿去厨师的调味站 加了其他的调味粉之后 角色就不会把他当成他最喜欢的食物 不过现在即便那个料理调味过 角色在食用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最爱的食物的加成 再来影视的部分商品降价 大部分的鱼饵浮标还有鱼食 都变成只要一个漂流瓶就可以兑换 除此之外一些昂贵的道具 像是大型吊具包从8个降价到6个 冬季盛宴里面影视之家的吊饰 从8个降价到4个 而珍珠瓶子的吊饰也从12个降价到8个 官方在更新公告里面写 影视之家现在正在打折 部分商品有66%off的优惠 所以我们不确定这个更新是持续性的 还是只有最近 我希望它是持续性的 下一条 仙人掌可再生 在之前更新的时候 官方就加入了如微可再生的部分 而这一次仙人掌也加入了可世界再生的行列 如同其他世界再生一样 仙人掌现在在烧毁后 会尝试在原本的位置附近重生 每20天尝试重生一个 夏天的时候重生速度变成2倍 下雨的时候是1.2倍 不过冬天不会再生 再来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小改动 一些生物现在在落水后 不会直接死掉 而是会被送回岸边 最近被黑心工厂杀害过的受害者了 底下开放大家抱怨 实际上在传版刚出的时候 就有太多人使用传版杀的方式去杀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已经有很大部分的东西 他们是免疫传版杀的 但之前就有一些漏网之余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黑心工厂的部分 不过现在 树人、蜘蛛女王、东王、春娥、阿秋、克劳斯 暗影西洋军还有月王 他们都会在传版成了之后被送到附近的岸边 这边强调一点 黑心工厂还是可以使用 不能使用的部分是传版杀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用投石机或火药 来达到黑心工厂的效果 接下来是地图缩放的改动 现在地图在缩放的时候 会以鼠标为中心 而不是以角色为中心 并且让地图在缩放的时候变得更流畅 这些更新都可以在设定里面调整 在设定高级里面 有这个缩放游标焦点 也就是缩放地图的时候 以鼠标为中心去缩放 如果关掉的话 就会回到之前的版本 以角色为中心去缩放 在它底下的这个就是缩放的灵敏度 大家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差别 为了让诅咒可以正确的黏到我们的角色身上 现在滑鼠上拿着的物品可以正常的叠加 在之前的版本里面 假设我们用鼠标拿着我们身上的木头 如果物品来满的话 这个木头就剪不起来 现在是如果你用鼠标拿着木头的话 那你剪木头的时候 这个木头也会叠加到你鼠标上的这个木头 以上是这一次更新的一些其他改动 接下来 因为这一次更新了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在世界设定的部分 也有一些新的选项 首先是要生成新世界的时候 我们可以决定生成在猴岛上的棕榈树的数量 再来是世界开启后可以随时调整的部分 世界再生 仙人掌再生的速度 猴岛上棕榈树再生的速度 还有蘆葦再生的速度 这底下有一个传送门的专栏 第一个就是传送门送东西进来的频率 在他旁边的这五个 就是这五样东西从传送门出来的几率 再来来介绍一些有关skin的部分 在官方的奖励商店里面 新增了两个只能够用可类点数兑换的造型 分别是小火鸡的造型和西瓜帽的造型 再来是现在登录可以得到四个造型奖励 分别是两个海盗头巾的造型和两个船长帽的造型 在我们登录的时候 我们领到的造型会是一个箱子 需要到收藏库里面去打开它 来得到我们的海盗头巾和船长帽的造型 那么最后就是新造型展示的部分 首先是传版造型 传版的造型包含了传版和他前面的跳水版 传版在海史物件的时候可以用扫把来更换造型 但如果船版已经被放到海上了 就只有他的跳板可以变换造型 官方说直接用扫把帮已经放出来的船版变造型 目前技术上还做不到 一天翁伞 方向盘 方向盘 最后是这一期的新的Drops 也是传版的造型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月亮码头诅咒更新的补充内容 想要关注更多Don't Stop Together的资讯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也欢迎大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那些有在用黑心工厂的朋友 或者是等他们遭殃再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别人 我刚刚在Google跟大家讲话 到哪边上宠 tan 啊他飞走了 所以不行在码头地皮上不能打 他会飞走 他飞走了 作曲 李宗盛